哈喽大家好,我们一见面了,我是瘦小伟 刚才开了一个快递发现里面的东西好像过期了 所以今天就改录这个了 先开个箱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开一下这个临时炸鸡包啊 这个黄色的箱子,小黄人 东西不少啊 好像有四多袋小零食吧 嗯,吃什么好呢 先吃个藕 这又是个麻辣味的藕片 味道不错啊,那个藕片脆脆的 再来尝一下这个金针菇吧 明天见 这个又是个麻辣味 甜甜的 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这两包的金针菇 还有一个藕片 虾尾 海带 鸡翅 鸡尖 鸡尖 鸡爪 鸡骨 鸭骨 鸡骨 鸡丁 香辣鸡鸡鸡丁 对 三椒鱼仔 应该就是那种小鱼吧 尝一下这个豆干 这种豆干我是比较喜欢吃的 嗯 这个豆干吃得非常香 这盒里面好像就只有这么一个鸭腿 把它啃了吧 炸酱鸭腿也是香辣味的 我感觉好像都是香辣味的 看一下 这真的是越辣越想吃了 或许这就是辣味的魅力 对了 昨天收到了一个评论 说让我用这个锈豆酸糖来泡下水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用这个锈豆酸糖来泡下水 看这个水到底还能不能喝了 放两粒吧 好像还是有一点反应了 等它一会儿吧 再来尝一下这个三椒鱼仔 这个小鱼还挺有嚼劲的 香辣鸡丁 试一试 这里面的骨头也可以嚼着吃 这个骨头非常的酥脆 我感觉这个水应该是泡得差不多了 虽然它这个糖没有化完 但是它外面那层非常酸的涂层 应该是化掉了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水 就感觉好像是在喝白开水一样 水喝到这里的时候终于有味道了 没有直接吃这个糖酸 越往底下喝越酸 还是直接吃一颗比较带劲 感觉牙齿都酸倒了 口香里在疯狂的流口水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零食大礼包就吃到这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有什么建议我的意见 可以带别论去留言 或者适应给我 那么好吧 我们再见吧